小姐 你看 今天資本會是 有抱在我們開照一下 BG呢 特別在我們葉教授的情商之下 把他帶來到現場 跟他做一個見證與分享 來 BG 沒關係 我們先拍個照 這是在很感動的時刻 我覺得有點不想站過去你知道嗎 你氣色怎麼可以這麼好 我覺得我比較需要 我比較看起來有病你知道嗎 來 BG 跟大家打個招呼好嗎 大家好 我是陳BG 好 陳雲老師好 謝謝王好 是是是 BG 那你有沒有間斷 因為我知道你不方便在很多公共場合這樣處理 那要不要祝福一下陳雲老師 那這一本簽書會 陳雲老師好 我想要謝謝陳雲老師 給我愛跟溫暖 一直陪伴我面對自己生命的寒冬 我現在說話會有點想要哭 沒有關係正情流入OK的 我覺得生病可能像是自己生命當中一場突如其來的大雨 但是我覺得我比較幸運的是 但是我覺得我比較幸運的是 在這場生命的大雨中 我並不是自己一個人呈善 而是有一個人陪著我一起呈善 然後陪著我呈善 但是他告訴我呃 你不可以站在原地 呃 雖然有大風大雨 你撐著傘 可是你還是要勇敢的呃 往前走 因為你如果沒有呃 你的信念呃 在愛 希望 跟善 當中這樣的信念 跟信仰禮 往前走的話 你站在原地 你就永遠到達不了你前面的目的地 你就永遠回不了家 呃 所以他常常鼓勵我 要浪漫 也要勇敢 勇敢堅強 呃 那今天藉這個機會 除了謝謝陈宇老師 然後呃 也希望在座的各位朋友 也許你自己本身 或者是你的家人 你愛的人 或者是你的朋友 他們也正經歷著自己生命中的風雨 可是我希望大家呃 可以擁有也學習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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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大家 也謝謝陳雲老師 謝謝 謝謝麗菇 來 大家接下來 是不是請我們陳雲老師 老師您多講一點 因為我們要去哭了 我好辛苦 我不能哭 沒有 我只是過敏了 我想到當初陪伴的麗菇 剛好他開完刀之後 其實我那天是全程 幫他推著他的床 我不知道他的狀況會多嚴重 但我只知道他太傻了 因為他曾經已經去開刀了 他都沒有求救 那這一次 我決定他求救之後 我要全程陪伴著他 當醫生在找家屬的時候 我走到醫生的面前 我說我是他的好朋友 醫生跟我搖搖頭 他說 真的太嚴重了 我只問醫生 當時醫生告訴我 剩六個月 最多六個月 我只問醫生有沒有奇蹟 有沒有有可能有奇蹟 他說有可能 我當時對著天 他是我第一個 任性的跟天 要延續他生命的孩子 後來我才知道 其實醫生跟其他的護士講 最多只有三個月 他們不敢跟我說 我只知道在我的生命當中 我沒有放棄他 我用我的靈魂 完全跟他連線 那當然 第一局 已經度過了 最艱難的階段 在星期三 我也跟他說 第一局要長大了 你要更加的學習 最初始靈魂善與愛的那份光 我教他要更加的學習 來經營自己 我想他做到了 因為過了兩天 我看到他有改變了 我要求他 我要求他 你只要完全的接受 不要思考 他就是思考太多 當人思考太多的時候 會丟掉最初始的那份純真 而那份純真 就是維持我們靈魂生命幸福的 很重要的元素 因此 我希望 每一個朋友 都能夠 勇敢 我常常 都跟每一個人說 大家都要幸福喔 無論我再累 我只要看到大家幸福 我就好開心 我不知道今天立局會來 你們主辦單位 也很慰勵 很慰勵 很慰勵 但是很開心 那也很開心 大家見證到 這麼樣做了化療 放療 吃標靶的一個立局 他的皮膚比在座的 每一個人都要好 還好不是他我 他不太聽 因為當時在音樂裡面 都是告訴我 他說 他們都是一點一點的跟我說 因為他們知道 當時他們跟我說什麼 我都會哭 所以我說我要勇敢 執行長也說 你不能再這樣 我說 給我一點點時間軟弱 這一點軟弱 是讓我能夠更快的勇敢 更快的堅定 後來悄悄的告訴我說 做了化療 全身可能會焦黑 皮膚變得很難看 我們還幫他想好 要買什麼保養品 幫他擦他的身體 可是大家見證到立局 一直以來都是這樣的氣色 沒有讓我們看到他焦黑的皮膚 所以我常跟他講 我真的很嫉妒他 那老師那那一組被送了嗎 現在在考慮 有過期嗎 應該還沒吧 八顆月 你比較適合用過期的 對 對 那我希望每一個人都一樣 你們要能夠理解 靈魂DNA真的是可以改造我們的生命 大家一定不能只生活在你與生俱來戴的那份劇本當中 一定要改命造命 而這改命造命是由陳妮的陪伴以及你自己的願意 絕對沒有任何的迷信 你們要把改造靈魂DNA當作一門詢問去研究 至少以後如果你們有機會到我們會館 你會看到常常到會館的孩子 他們的身體是如此的強壯 大家都是那麼的健康 這就是幸福的第一步 謝謝 好 謝謝立局 謝謝陳妤 現在才講到了 在這個陳跟立局這個會面呢 是我們精心安排的 那我們早就知道你會哭了 但是這樣子呢 大家最簡單可以立即發現到 陳妤真的就是一個 像小媽媽一樣 像立局講的小媽媽一樣的伴伴 但是是16歲半的小媽媽 注意 是16歲半的陳妤小媽媽 好 這是重點嗎 對對對 我收了她不少錢 對對對 好老師那今天呢 除了立局來 那另外一位大咖也來 聽到你簽書會 首場台北簽書會 因為我們接下來還有中部嘛 然後還有香港 那這一位呢 最近非常的忙 你知道他在忙什麼嗎 是 他在忙那個 那個賣票 你要賣什麼票嗎 江慧 欸你怎麼知道 來那我們一張熱烈的掌聲 歡迎知名製作人 陳冠斧先生 冠斧老師呢 知道我們今天會躲在後面 他就在後面 已經買衣服很久了 他死都不進來 謝謝 謝謝 來來來來來 老師來 你跟我們陳妤 對啊 合照一下 來 來讓我們合照一下 冠斧老師在擺盲之中 來來我知道你不致詞 你跟他say個Hello 還是參加你成名曲給江慧的那個 其實我不是忙賣江慧的票 我是忙賣錢書會的票 哇 好會說話 沒有啦 就是 很恭喜局員 能夠出第二本人間天運 那 我今天就是很簡單說 新書大牌 錢書會成功 謝謝 謝謝 謝謝高伯老師 你看 他閃得有夠快 他真的好低調 你知道嗎 我這個 今天冠斧老師來 我真的要非常謝謝他 我兩本那個天運書裡面的有聲CD 都是他幫我錄音 幫我做後製混音的 真的非常的感謝他 而冠斧老師他最近也為著他的理想 做了自己做的十首曲子已經發行 那在接下來大概在五月六月份的時候 會有一本非常精美的 繪本 繪本有聲書 對 那十首曲子我全程幫他做將士錄音 那就是先打廣告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 而且對於陳雲非常的支持 那愛訪的一批冠斧老師也是替他做製作後製及混音的部分 真的非常感謝 對 因為他每次冠斧老師 你知道我看到他我也有蘇蘭奇跡 因為我以前在錄音室來過 看到這種大咖 其實我們心裡要假裝很鎮定 你知道嗎 他一個顏色就是出問題了 對 那冠斧老師今天也是特別波允前來 可是我去錄音他都沒有對我羞 因為你大牌 對 我們是F咖之後的SZY 因為我從來沒有MGR 對 聽說你在錄那個有聲書的時候 還比江蕙小姐厲害那麼偏連 聽說沒有任何的喘息聲 人家是有練過 然後我不用練天就給我 我比較偷懶 真的嗎 那聽說那個 我相信你會很在意那個花術裡面的賀卡 有沒有講會的路門票 好啦 我們不要再欺負川普老師 他是一個非常Man 然後CD又很柔軟的一個人 那在這裡呢 各位好康就來了 我們的貴賓都已經在獻花之後 我們要現場live來體驗什麼 今天的音樂靈療 老師你的情緒又比較 好 緩和了一點嗎 三點像三叔 沒關係 老師那是不是先就座 我們請幫助人員把這個 上寶座 那接下來 在這個時刻呢 待會兒的音樂靈療 請大家務必注意 手機 手機 當然應該沒有人有BB Call 這位大哥你有BB Call嗎 沒帶應該沒有 沒帶嘛 OK 應該也沒辦法使用 不要再Call5201314之類的 好 好 那大家千萬不要出任何的聲音 因為待會兒 我們會伴隨著這一位 要隆重介紹一下 我們都尊稱他公主殿下 我們歡迎艾芳 艾芳呢 應由我們今天的成語音樂靈療簽書會呢 答應畫刀相助 那在這裡大家可以看到 這一隻 很可愛的 等一下 我要出聲音老師嘛 不用 這個是艾芳的第一張首張的EP 那也是冠福老師幫我們錄製的 非常感謝冠福老師 那這個呢 也是 大家如果 有沒有 有沒有正常 沒有正常的等一下還有 可以請我們身上 只要有工作證的工作人員就可以 可以使用 那現在我們現在聽到的 整個會場說的音樂 都是艾芳創作 非常好聽 好 謝謝艾芳 謝謝 那今天呢 就要由他搭配著陳雲藝術般的詩篇 然後配上我們的艾芳的天賴 那老師請問一下 在這個音樂靈療 好陳雲請問一下 在音樂靈療的時候要注意什麼 我們要用什麼樣的知識 用怎樣的感受 呃 其實很簡單耶 只要你願意放鬆 不過說實在放鬆是要學習的 那只能說在現在目前現況當中 我們就盡量讓自己放鬆 盡量讓自己是最舒適的姿勢 那因為我在做音樂靈療的時候呢 我所傳遞的 我到現在還不知道我要傳遞什麼 愛不懂 愛不懂 就平常就要清空啊 對啊 然後當我漸漸安靜下來 你們的心也能夠安靜下來之後 那我的靈魂會與天連線做一個最即時的傳遞 那我想大家可以體驗一下 所以待會大家就是簡單 好嗎 好嗎 好嗎